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剧 素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红准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恭喜一下全国的同胞们 我们这一次选举和平的落幕 又创下了一次民主的新典范 我们身为一个台湾人 我们必须要感到骄傲 我们必须要觉得说 其实我们一直在创造历史 而且我们台湾人民 是非常值得世界来做欣赏的 所以整个选举过程结束了 过去的对立 并没有影响到现在台湾人民的团结 同样的台北股票市场也是 我们从过去台股在选举之前 那个非常冷静沉着的一个行情当中 我先预告了一件事情对不对 我说台股它如果选前 它是降稳的 选后未来它的走势 它将会无可限量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台北股票市场 目前指数上涨了60点 虽然它只有涨60点 但是指数绝对不是重点 因为今天的重点在于这个地方 贵买市场 今天的贵买市场上涨了0.8个percent 上涨了0.8个percent 所以很多的中小型类股 它的走势是非常强劲的 现在资金从原本的一些 原本在观望选举的行情 现在都已经回来了 他们回来买股票 就会带动整体的行情 持续的往上去做攻击 尤其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这一段时间利空攻击当中 我们先看券单的部分 导播帮我消息下面 谢谢 我们的龙券张数 从原本的低档的位置点 大概在61万张 到现在为止已经来到75万张了 已经来到了75万张 这一段时间在利空当中 我们的券单开始慢慢的累积上来了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未来很有可能产生一个 嘎空的行情 所以投资朋友们 我在选举之前 我就一直跟大家强调 这里整体的多方格局并没有改变 2020年绝对是股民 非常好赚钱的一年 它是一个非常好赚的一年 因为2019年 我们历经了中美贸易大战 很多市场的利空不断的洗拟 然后2019年度过了 市场的经济也确实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而产生衰退 但是2020年不一样了 因为美中已经达成协议 整体的市场开始 从原本的谷底开始要准备要复苏了 你在这里去放空 你会错失很多的机会 一个是买到起涨的机会 一个是你被嘎空的机会 所以我们操作上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市场的 目前整体的状况 总体经济面的状况 然后还要知道说 你今天做了这个决策 你得到的几率跟报酬率有多少 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在Lite 8的文章里面 有跟大家谈过 我说现在我们 假设我们去拉斯维加斯 里面去赌博好了 我们今天在拉斯维加斯的赌盘里面 假设现在前面有两张赌桌 有一张的赌桌呢 它是赔率有限 但是呢 你只要一赔钱的话 你必须 它如果你这张赌桌呢 如果你赢了 你可以拿到100%的获利 可是如果你输了 你必须要怎样 你必须要赔无限制的金额 但是另外一张赌桌呢 它是什么 它是你今天 假设你压错了 压错了这个数字 没关系 你最多就是输掉你的赌金 但是呢 如果你压对了 你的赔率可以三倍 五倍 十倍 甚至无限大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进场 进去这个赌场里面的一个赌客 你今天想压哪一边 再怎么笨的人 他都知道要选择哪一个方向 对不对 那同样的 你今天在放空股票 你最高的几率 最多的赔率叫做什么 叫做100% 你今天把一档股票 从头空到尾 空到它结束了 空到它下市了 你最多赚一倍嘛 但是呢 你买对了一档股票 它的上涨空间 它是无限大的嘛 所以当你看到很多 利空的袭击 有没有 比如像说 美军开始在轰炸伊拉克 轰炸伊拉克 然后炸死了伊朗的高阶指挥官 那又怎么样 那时候市场上面 开始无限的延伸 告诉你说美伊 可能会开战 甚至恐怕会引发核子战争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 所以你要干嘛 你要卖股票 这个言论是不是有点太过其实了 如果今天真的爆发核子弹战争好了 你今天拿着手上的钞票 跟你手上的股票 我告诉你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个叫做 因为你只要一旦遇到了 真的大战发生了 你的钞票一样会贬值 那你留着钞票干嘛 那时候股票都在低点 那你不如趁利空的时候 下去做低接的动作嘛 那甚至后来呢 还有韩国媒体加码放送 有没有 三星开始量产6奈米的产品 所以台积电惨了 真的是这样吗 再来就是国具的部分 它在发行GDR投资 上看368亿 这一些种种的利空 带动起很多空方的一些势力 有没有 开始窜起 甚至很多市场的专家 都翻为空方了 都告诉你 现在一定要空股票 结果带你空在哪里 空在这个拉回的 最低点的位置 这里不就是利空 最多的一段时间吗 但是如果你懂得 买起涨卖高档的节奏 我说你高档有卖 你低档再去接嘛 所以你调整好持股 你永远都有机会 可以买到低档的股票啊 不用想说一定要去放空 才能够赚到钱 因为就整个赔率来讲 就整个几率来说 你放空的风险是无限大的 但是你做多呢 你风险有限 获利无穷 然后我要怎么找到 获利无穷的标的就好了吗 所以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绿巨人的故事 今天绿巨人看好台股 他准备加码 对不对 而且我说他的钱很多 他手上握有七兆的资金 而且他这一次呢 准备加码的空间高达两百亿 这个两百亿元的资金 他要买什么就是重点啊 而且他已经跟你点名了 他跟你点名叫做5G 叫做AI 叫做大数据等相关的产业 以及成长股跟股息值利率 超过4%以上的 所以你只要选这些标的嘛 这些标的未来都有人帮你做 抬轿的动作 他未来都有人帮你把 他的股价往上拉 因为有两百亿的资金 正在等着要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但是当你预判到了 当你预判到了这个资金准备要来买的时候 你在底部的位置点下面 你去做切入的动作 当然你向下空间有限 你向上获利自然无穷大 所以在12月10号 我先讲的第一个 我说台积电 世界跟联电 这些晶圆代工厂商 都已经预告第四季的单季不淡了 那接下来呢 8吋跟12吋晶圆的产能 它一定会产生供给 趋紧的一个状况 那环球晶呢 它公布时1月份的营收 是衰退的 衰退15% 但是股价没有向下做反应嘛 所以呢 因为市场上面已经开始在预期5G了 5G未来的需求带动底下 明年开始恢复正成长的走势 所以今年EPS24.67元 本益比不到15倍 有没有很便宜 我们再回过头来 刚刚跟你讲的 这个绿巨人他看好台股 他要买什么 他加码空间上看200亿元 他上看200亿元 他要买的叫做5G 叫做AI 叫做大数据 以及成长股跟股息殖利率高达4%以上的 那你本益比15倍 那你整个殖利率有没有够高 有没有超过嘛 有没有超过4%以上 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啦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档股票 它这么的便宜 被市场低估明年又会成长 强势股买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买起涨不要去追高档 高档有卖 你拉回再去做低借的动作嘛 所以我们第一次进场的时候 在12月9号 多头吞噬加景气的转折 长期下降趋势当中 出现一根长虹吞噬掉前一日的长黑 然后股价开始走强 沿着均线 突破了均线的反压之后 强势股买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因为整体的趋势 会因为均线准备翻仰向上 然后开始出现逆转 所以这个是底部的位置 但是那个底部的位置 没有人会跟你讲 因为它没有大涨 它没有起涨 可是我看到了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 这里不买你明天会后悔 你绝对后悔 所以当时六四八八的环球金 364块钱买进 多头吞噬的转折讯号出来了 多头吞噬的转折讯号出来 363元投资票可以做成交 你一定买得到 你一定可以买得到 因为当时挂单 在挂单的部分 363 363.5跟364块钱 都有挂架给你买 你一定可以买得到 所以从那个底部的位置 开始布局之后 到12月16号来到385块 多头吞噬的转折 加上景气的转折 这里叫做底部起涨的位置 买起涨赚22块 赚22块 接下来到394块钱的时候 涨幅来到31块 接下来来到399块钱的时候 涨幅来到36块 36块 一张你价差就3万6 10张你价差36万 那重点是说 我没有叫你 我跟你讲的是说 它的景气准备转折 可是我没有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使报活报 你一定要使报活报吗 在1月2号的时候 那一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说环球金的大涨突然成为当红的榨值机 如果你没有在底部进场布局了 千万不要用追价的方式下去做布局了 你千万不要下去做追价的动作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你的成本可以控制好 你的获利自然就会发生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向下空间有限 你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 买起涨卖高档嘛 所以我们控制好你的风险 我知道哪一个地方高档来了 那个地方的高档叫做Bias创新高的时候 当我的指标开始创下新高 我的股价创新高 指标开始做回档 我知道了嘛 它都已经来到过去的新高附近 那个地方绝对会有卖压出来 绝对会有卖压出来 你这一个月的人 他们想要赚的钱都赚到了 Bias就会创下新高 当它创下新高的时候 通常向上空间有限向下 风险就来了 所以在那个位置点上面 我告诉你 413块钱 涨幅50块钱的时候 我告诉你要卖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 可是我是卖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1月3号 6488环球金 406元 市价出金 408.5元去成交 Bias创新高了 有高你要卖 有低你要去做承接 所以我是不是带你买起涨 卖高档 那你卖完了之后呢 你卖完之后就不管它了吗 我曾经 我在12月10号就已经预判给你 我跟你讲说 5G跟它的高值利率 未来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你应该什么地方 什么位置点上面 再把它接回来 10点的关系 我们先进广告 下个阶段回来 我告诉你 我们要怎么来操作环球金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运达同步 1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洪准 在12点半到1点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我们刚刚谈到环球金的部分 我们在413块那个高点的地方 我们先出清了对不对 那我们出清完了之后 手上有资金 卖高档之后 你才能够再买起涨 但是股票市场它不是菜市场 你要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找到一颗好的宝石 然后在合理的价位里面来去做操作 这档股票你操作的顺利 我跟你讲 你光一档股票 就可以让你今年的获利非常的可观 买起涨卖高档 你找一档股票来回的去做操作 你知道它的节奏就好了 你知道它的整体的未来趋势就好了 所以我在买环球金之前 我们是先做过规划的 我发现到它的价值 真的被市场上低估太多了 它真的被低估太多了 所以我向下的空间有限 我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 可是短线上面 因为有很多市场上面的专家 他们会用追涨的方式下去做追价 所以当他追在高档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开始做洗盘的动作 当我们413块钱 那个位置点卖完了之后 已经连续1 2 3 4天的下跌了 这个下跌的幅度 我告诉你非常大 非常的大 因为你413块钱没有卖的 到后来它回到低档的时候 来到367块钱 如果你没有卖的话 363块钱布局的 你只剩赚4块而已 你只剩4块而已 但是没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你买在低档的位置 所以你有本事 你有能力跟它抵抗这个回档 可是如果你买在413块钱了 你心里就忐忑不安了嘛 所以买起档真的很重要 但是最厉害的投资人 最厉害的超盘手 他是知道哪里高档可以卖 然后再有机会再把低档再接回来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主力成本区间又来了 363块钱是我第一次布局的地方 是我第一次买的地方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367块钱这个低档再来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叫做再把它接回来 372块钱市价买进 372块钱市价买进 6488环球金 抠讯为证 会员为证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5G加上高值利率 他就是等于未来的机会 指数大跌 当时贵买市场重挫 他跌破了之前的整理区间 那又怎样 这档股票 他的未来性就是这么的强 我为什么不敢买 所以呢 投资朋友在371.5元 可以做成交嘛 可以做成交 一直到今天环球金呢 整理过后 今天环球金的部分 6488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盘中来到391块 最高点来到392元 光这三天的时间 一二三 三天的时间 就让你赚了20块钱 所以买起涨重不重要 买起涨卖高档 你只要一档股票 来回的去做操作即可嘛 但是你买的股票 必须要有一个 必须要有一个 很重要的要点 叫做未来有资金 会去做进场布局 这一匹股票 要有人想买啊 那我当时为什么会买它 很简单嘛 我告诉你了 中华邮政厨金 明年准备要加码200亿元 200亿元的资金 准备要买5G相关的族群 而且殖利率够高 所以环球金你看它 是不是殖利率非常的高 那你买在371.5元的话 它的本益比才几倍啊 这是去年哦 2019年它的本益比哦 那如果2020年 它的获利开始足迹 在做成长的时候 那它的整个本益比 是不是又会荡下来了 所以它是不是一个被人家低估 非常严重的一档标的呢 但是买股票 你要知道什么地方是买点 你千万不要用追价的方式 所以你想要跟上我 一起来买骑掌卖高档的 赶快把电话给它拨通 现在还有很多的标的啦 5G的相关族群真的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甚至呢 半导体设备族群 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这一些标的有没有 凡轩59块钱买的 加登133块钱买的 红康75块钱买的 瑞银33.35买的 这一些标的我们全部获利了结了 但是我没有看坏哦 我没有看坏半导体设备族群哦 因为整体的景气 才从2019年的谷底 开始翻扬向上而已 而且有一些数据 它可以显示出来 现在整体的景气 正在翻扬中 比如像说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近12月份营收公布 3413的金顶有没有 你看它整体的获利状况 整体营收状况 从去年8月有没有 去年一直以来都是衰退的 衰退幅度高达30% 40% 20% 40% 甚至呢 来到了9月份哦 它都还是衰退了8% 但是10月份开始 它开始逆转了 从原本的619 6亿到6亿8 到11月份的7亿7 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已经来到8亿了 它已经来到8亿了 那如果景气没有翻转 它的营收怎么可能会往上 它的营收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改变呢 所以我们从10月份 我就已经先预告一件事情 我说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有没有 半导体设备族群 它们开始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这个叫产业面的改变 但是龙头金顶 龙头金顶它因为高档的关系 它会先做一个洗盘 洗完盘之后未来的趋势 只要它的营收获利 持续的往上去做成长 我认为它还是非常的低估 它也是一档被低估的标的 所以类股之间它会轮涨 它会轮动 你只要掌握买其涨 卖高档的节奏就好了 这个买其涨卖高档 不只我这样做 甚至法人他也这样做对不对 八大关股航库 他有去放空股票吗 他没有 可是他一直以来都是获利的知优生 他们的操盘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你看到说 他们在12月份的时候 指数来到高点的时候 他们先做初薪对不对 1月份开始回档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就开始买回来了 他们开始买回来的时候 指数就怎样 就开始涨上来了嘛 所以这个盘有人在顾吗 绝对有人在顾啊 那有人在顾的情况下 你怕什么 甚至未来还有很多的空单 会帮你做抬轿对不对 因为龙卷的张数来到75万张 这是非常实的哦 以前的龙卷张数会在 00633L这一档 附方fix里面啊 他会在附方fix里面做增加 可是这一次呢 整个加权股价指数的龙卷张数呢 都一直非常的实 所以一旦呢开始展开载空行情 它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它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留意一下 哪一些空单非常多的 比如像说六四八道的环球金有没有 现在卷资比高达还有15个percent哦 还有15个percent哦 所以慢慢的空单 看它越涨越多 它空单越来越多的时候 温水煮青蛙 开始慢慢的把青蛙给煮熟了 那一旦呢 开始展开载空行情 那个速度跟它的时间点会非常的快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要找到未来的产业哦 包括这个东西 SIC碳化系 我认为是未来市场上面 你一定要关注的焦点 因为5G 5G它的耐高温耐高热 它的技术含量非常的高 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能够做出来的厂商就很少 所以市场的这些份额 会被某一些特定的厂商给吸走 会被某一些特定的厂商给抢光 所以你会看到说 明明都是同样一个族群 可是他们的营收状况 表现出来却差异很大 比如像在MOSFI的时候 在MOSFI这些产业有没有 像副顶的部分 12月公布出来营收是年增10% 12月份公布出来年增10% 大宗的部分 12月公布出来年减11% 那杰利的部分 它是年减6% 12月份营收 但是只有一档尼克森有没有 3317的尼克森 它12月份的营收 是逆市年增的46% Why? 明明都是做MOSFI的 那为什么它的营收却表现得比其他家的大厂还要来得更好呢 因为我说过它去年研发出来一款新的产品 叫做SIC的高电压接面上销二极体的一个产品 所以光靠它这个产品 未来就可以切入在5G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产品里面 而这个技术呢 过去只有国际大厂有 比如像说罗姆 英飞林 这一些易发半导体 这一些市场上的半导体的大厂 它们才有办法生产得出来 但是现在不一样的 尼克森居然研发出来了 那它有没有真的研发出来 你去上它的网站去看你就知道了嘛 它的首页里面就有告诉你 它现在最新的产品叫做这个东西嘛 SIC的产品 所以它是领先市场上面 已经领先其他的MOSFI的厂商 它先开发出来 这一款由碳化性所生产的 这些二极体的东西 所以这个二极体呢 一旦用到了基地台里面 5G的基地台 未来准备要开始建造了 对不对 5G的基地台包括整个电动车 它们都会使用到碳化性的产品 那整体的营收获利成长 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你看3317的尼克森 目前为止它前三季EPS来到2.81 2.81 那它还没有加入第四季 如果再把第四季加进去的话 我问你 以它现在的股价 它是贵还是便宜 现在收在47.75元 它是贵还是便宜 它是贵还是便宜 你去思考看看嘛 今年有一家公司 它今年的获利EPS可以赚到4块钱 现在的股价47块 你认为它的向下空间有多少 如果它的向下空间有限 当然未来向上获利就会无穷嘛 所以5G它已经慢慢的 慢慢的开始贡献营收出来了 因为5G的标案 整个标普销售 已经整个标案告一段落的时候 开始要进入的叫做建制的一个时期 那开始进入建制的时期的时候 有很多的股票 它将会慢慢的从底部开始上来 那你要懂得什么时机点去买提涨 什么时机点是高档 只要一把一档股票操作的非常的顺畅 我相信你的获利就会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现在已经是一个打团体战的时代了 你不要孤军奋战了 赶快拨通电话 让我们成为您登峰的祥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现在用小钱赚大钱的方案 任何时间点加入 我们年后开始做会期的起算 时间的关系 感谢大家接着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运功彩金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台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功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失智不等于失能 对他们来说 跨不出去的是 大众对失智症的不了解 共同照护中心 是陪伴失智者与照顾者 在不同阶段的照顾需求 我们的共照中心